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自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今年迈入第35周年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将推动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邀请美国主流政要、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还有中美两国的州省跟城市代表与会 共同来庆祝这个在中美邦交上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与美国建交35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是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与美国周恩来和平研究院 叶建英元帅纪念管理局一同举办 主办单位表示 中国和美国的邦交维系 海外华人也是一股相当重要的推动力量 直此历史时刻 藉由民间团体的推动庆祝活动 意义格外重大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实际上 是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一股民间的力量 所以我们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从民间外交的角度 来推进中美关系的不断的发展 增进中美两个人民的友谊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广 主办单位表示 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自8月15日开始 一连围棋9天 至23日为止 邀请中美的政界代表 以及热心中美友好交流的嘉宾 透过各个展览 以及中美友好关系主题论坛 更有效地推动中美友好关系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15号在尼克松图书馆有一个展览 17号有一个主题论坛 在帕斯蒂娜黑腰腾 那么21号在华盛顿DC 我们有一场展览 23号在纽约一个展览 那我们的活动得到了 我们华人社团企业 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 主办单位表示 此次的系列庆祝活动 还将编写纪念册 以表达促进中美友宜 永续发展的美好祝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